大家好,我是罗红 今天我们来烤羊排 教你一个简单,好用的方法 鲜嫩多汁,无三味 还有一锅好汤 这是一块带皮的羊排 看上去非常的新鲜 将它冲洗干净 先来焯水,去除新三味 冷水下锅 不要放葱姜,黄酒之类的东西 就用清水 煮开后翻翻面,将脏水倒掉 羊排再次清洗干净 换上干净的清水,慢锅 放几片生姜,盖上锅盖 加压十分钟 这是一块小羊膏 很容易煮烂 汤色看上去也非常的浓郁 羊排捞出来抽出骨头 也可以不去 本来想将骨头再煮一遍 但是我发现这不是大骨头 煮不出龙汤 然后在羊排的正反两面 撒上烧烤料和紫然粉 按摩均匀 按摩均匀 烧烤料是带有咸味的 不需要放盐 而紫然粉和羊肉特别的大 经过烘烤,非常的香 我还准备了土豆条 撒点烧烤料 拌匀 可以再浇点油 不放也行 将土豆、羊排还有甜椒 放在烤盘上 烤箱预热200度 上下火烘烤10到15分钟 中间可以翻一次面 不翻面也没关系 烤羊排的时间来煮汤 我用的是辅竹鞋 剩鱼果 木耳和粉丝 倒上刚才煮的羊肉汤 加点盐 上炉煮开后放蟹胃菇 再次煮开就可以了 这边羊排也烤好了 这颜色 一看哈拉子就直流呀 外皮酥香 里边汁水饱满 没有三味 特别的鲜嫩 一点也不柴 土豆也特别的好吃 羊肉汤 看着是不是也超有食欲啊 浇上辣椒油 撒上胡椒粉和小香葱 如果你也想吃 点赞收藏下来试试吧 我是罗宏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